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日 昨天我詳細跟大家從傳統道家思想講起 為什麼有自由意志的人 無論你是受傳統的道家影響 還是西方現代的普世價值影響 在今天地理中國上 政權中國上 為什麼會活得這麼痛苦? 有自由意志 你無法接受東南西北中一切聽黨指揮 為什麼這種文化會在中國入骨入水呢? 我今天要利用余英時教授 剛剛如意故的一位著名歷史學家的論斷 去解釋一下中國傳統 為什麼有這種君尊神秘的反治論 而這個反治論其實簡單來說只是一種漁民的政策 在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非常成功 而且越近代越反治 到了名稱是反治的高峰 以為是高峰 誰知道到了1949年之後 高處還沒算高 還到了另一個反治的高峰 後來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這種影響 到今天為止 仍然揮之不去 中國傳統仍然很強調這種叫君尊神碑 一切都要聽領導指揮 因為黨政軍文學全部都要聽黨話 跟黨走 以前是由皇帝老子到現在變黨 其實分別沒有變過 只不過效忠的對象不同了 而根本一切就是反治論 就是一種君尊神碑的反治思想 余英時教授在1970年代 將這一套作品結集而成 結果在台灣引起極大影響 歷史與思想 在台灣出版之後成為了台灣的暢銷書籍 為什麼呢? 台灣當年還是兩長管治的年代 蔣介石、蔣經國都奉行威權體制 如余英時教授探討傳統中國 從先秦到明清 為什麼這種威權體制越來越鞏固? 背後的文化到底如何形成呢? 結果導致7、80年代台灣的讀書人、知識人 有很深刻的反省 從而間接影響到台灣在80年代 爆發了一波又一波的學運思潮 爆發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 同時間1986年 余英時教授的《視與中國文化》這本書是北京出版的 結果也引起北京一些知識分子 知識人的啟蒙 8964多多少少有余英時教授的影響 我們今天利用了余英時教授的兩篇文章 詳細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種君尊神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這篇文章叫做《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傳適》 在1976年3月15日發表出版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 中國傳統古代的人 他們都是一種理想的一面 凡事都有理想和實際 理想上就叫做聖君賢相 最好皇帝是聖明 然後丞相也是非常忠心 不僅僅是一個現相 但是這種理想的制度 皇帝是不管理事 交給丞相去管理 歷史上有沒有出現 也有 極少 譬如說我們比較出名的就是萬曆皇帝 將朝政交給張居正 然後抗文帝 他將朝政交給陳平 然後還問陳平很多事情 陳平說全部答不出 問帝就問陳平 你什麼都答不出 你怎麼做丞相? 陳平說不是 我下面的人做 我負責管人 你負責管我 這種就叫做聖君賢相的制度 是一種理想制度 但事實上往往不是這樣 第一 丞相不一定是賢明 可以是昏庸貪官 譬如說和薪 秦煒 這些 第二 就是通常君主不信任丞相 譬如說朱元璋殺丞相 胡惠庸 自此之後只會廢了丞相 有很多這些例子 皇帝希望濫權 自己黨政、民、學全部集於自己一身 破壞集體領導 簡單來說 聖君賢相就是一個集體制度 因為通常丞相宰相不是只有一個 譬如說唐代 唐代有所謂的三省六部 一般來說入到三省的那些 中書門下 尚書省 那些都叫做宰相 入正時堂都叫做宰相 宋代甚至乎 同一時間有十幾二十個 二三十個可以稱之為宰相的官員 同中書門下 只要加一個同志 他就叫做宰相 所以嚴格來說 中國的理想政治制度 就是一個叫做集體領導 在唐宋時期這個集體領導到了高峰 在漢朝的時期 譬如說三國時代 諸葛亮的丞相 只有他一個而已 但是越到了後期 丞相越多 去到明代明太祖 洪武十三年 廢相之後 集體領導就削弱了 因為當時就變成內閣 後來到了清朝入了軍機處 他們的地位比宰相低很多 所以集體領導就被破壞了 在明代集體領導被破壞了之後 明清的君主權力就開始越來越濫權 越來越大 同樣道理今天 鄧小平就確立了集體領導 一切都要由黨中央去決定 而黨中央不是一個人 通常有九個人 七個人 或者十一個人 十三個人 一起去決定 就叫做集體領導制 就是一個政治局常委 而常委後面也要聽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這叫做集體領導 所以中國共產黨 到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 不是一人的獨裁社會 因為毛澤東的年代就是一人獨裁社會 即使有四人幫 四人幫的權力都是分享自毛澤東 到了鄧小平之後 就是一人獨裁社會 變成極少數數十人的黨中央為首的一個寡頭壟斷社會 但是到了近來 習近平要成為人民領袖之後 集體領導又被打破 所以這個情況就好像洪武十三年 殺胡惟勇 然後廢除了宰相制度之後的明清社會 走向一個奴才化的社會 在清代 簡直是神指稱自己為魯彩 以前是不會的 以前是可殺不可辱 但是這就是隨著整個集體管治的結束 而導致獨裁的必然結果 余英時教授如何去定義呢? 他就說軍權是絕對的 是最後的 相權是變身出來的 是慢慢衍生出來的 是來自皇帝的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軍權才是絕對 在今天的中國 就是黨總書記 國家主席 是絕對的 軍委負責任 是絕對的 而國務院就是這種變身出來的 業生出來的 滋生出來的一種政治體制 他是不受制衡的 軍權 而相權是薄弱脆弱的 只要皇帝一不喜歡殺 皇帝一不喜歡撤 皇帝一不喜歡扁 這就是中國古代幾千年來的情況 比如說你看到唐宋 很多著名的詩人文人都是宰上來的 黃安石是宰上來的 蘇東波是宰上來的 他們被貶官 最後要流放他鄉 其實說明了軍權是絕對的 相權 理想就是聖君賢上 實際上可以無限擴展 但是皇帝千多年來都沒有廢上 直到朱元璋廢上 因為他們也要去考慮一件事 這件事叫做官僚體制 因為丞相宰上往往就是官僚體制的代表 他可以殺一兩個宰上 三四個宰上 但是他殺不了所有官僚體制 所以 中國古代這種君尊神秘也有一種制衡 制衡就是 他們也要聽官僚體制的話 譬如說明代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很清楚指出 萬曆皇帝想要廢太子 大臣一個一個上來跪 叫皇帝三思 皇帝收回成命 然後皇帝打完一個死一個 然後第二個又上來扣頭 不斷打不斷扣 扣到萬曆皇帝沒辦法 要擱置他的大計 然後要三十年不早朝 要罷工 所以皇帝除非是暴君 暴君完全不受制約 來一千就殺一千 來一萬就殺一萬 但是一般皇帝分軍也好 都要受官僚體制制衡 所以中國在古代也叫做一種開明專政 因為官僚體制也是讀書人 士大夫也有他們的堅持 當然有時候變得很貪婪也有 但是這種絕對權力在中國似乎不夠強 在西方也是 西方Marx Weber 他研究絕對權力 發現即使絕對權力的君主面對著官僚制度 也不是為所欲為 也是一籌莫展 譬如說普魯士的肥德烈大帝 他下令要廢除農奴制度 但是因為受到官僚體制而無疾而終 俄國的沙皇得不到官僚制度 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官僚制度其實也是一種制衡 除了說天命、道德之外 對王權最大的制衡就是官僚制度 但是直到明太祖廢上之後 整個官僚制度被國安部門敢以為 東廠、西廠、中廠 這些特務組織殘害整個士大夫知識分子 所以導致中國傳統能夠制衡皇帝的官僚制度 變得非常脆弱 到了清朝 由於他是外族 外族入主中原 他是一切的大臣 都是奴才 奴才 鮑依奴才 而外臣就是 蟻民 地位非常低 所以在清朝、明朝 整個官僚制度對王權的制衡 更加薄弱 到了今天共產黨 沒有官僚體制能夠制衡到軍權 所謂軍權就是國家主席、黨總書記、軍委主席 軍委書記 這些權力沒有制衡到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官僚全部都是由黨員去充當的 所以只要掌握了黨務、黨政就操控了整個黨員 操控了黨員就能夠操控官僚體制 所以列寧發明的這套制度 其實就是架空了在以前沙皇年代 沙皇也要考慮官僚體制的抵制 是否合作 但是列寧發明這套黨國制度不需要 因為官僚體制一抵制到軍權 就可以用黨政的方法 雙規雙開 就可以透過長期黨務灌輸思想教育思想工作 讓黨員成為絕對忠誠 所以列寧把整個官僚體制徹底摧毀 它就是西方的朱元璋 而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列寧史太林這套模式 讓它結合了傳統中國的朱元璋式獨裁統治 結合了列寧史太林的黨國制度 讓中國從1949年之後 推上了2000年來封建專政制度 都沒有這麼厲害的獨裁統治 這是直至改革開放 集體領導的出現 但是現在集體領導又在一種急轉彎 所以不同了 所以官僚體制 余英時教授說 是一種無力阻止操控者制度 在以上的軍權三種限制中 前兩者的力量相當微弱 只有最後一種限制就是官僚制度比較真實 但是我們也知道 官僚制度畢竟只是傳統政治體制中的一部機器 它本身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軍權操縱 但是只要操縱者遵守著機器運作合理的軌道 大卻無力阻止操控者用這部機器達成不合理的任務 古代也尚且如此 黨國制度的出現更加導致社會的制衡蕩然無存 如果在西方民主社會 就要公民社會抵抗軍權 但是在黨國制度之下 在蘇聯管治年代的俄羅斯 在東德 在捷克 在愛沙尼亞 在波蘭 這些共產國家 更加說不上任何力量能夠抵制黨國集團的操控 這個余英時教授提到反治論 以反治而論 軍權的傳統才是反治政治的最後傳源 什麼叫做反治? 不容許有獨立的思想 自由的精神 因為獨立的思想 自由精神不能夠東南西不中 黨政軍文學一切聽皇帝指揮 全部都要聽自己的腦袋去指揮自己 自由的意志 自由的靈魂 是威權管治獨裁體制最大的敵人 所以余英時教授說 皇帝軍權就是他最後的傳源 而官僚體制的傳統中 都不乏反治的成分 什麼都要聽上級、領導 這就是絕對反治 一定要宣誓效忠 宣誓效忠的制度沒問題 宣誓效忠的領袖 希特拉的時期就做過 密索你們的時期就做過 這個體制本身 官僚體制 是要求客觀而普遍的法道 那些叫做法治 是對事不對人的 這些才叫做法治 我都說了 如果捉了大公報、汇報說他做假新聞 那就叫做法治 不是 只是拉蘋果、黃色媒體 那些就叫做法術 要求上下權貴分明 要求專門的分工 這些是必須要通過理性規劃才能夠做到 但是理性就是威權、獨裁、管治的敵人 最大的敵人 所以 要保持威權 一定要反治 這就是余英時教授這麼說的 他說 反治最後會如何? 全國人民都很大機會捲入苦難之中 他說從政態方面來看 秦漢政府 秦漢的每一個王朝以來 都是軍權奪取及維持主要 都是靠武力的 如上所述 從動態方面 軍權的運用 會脫出理性的常軌 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當然 昌江子女出政權 但是 沒有東西限制到軍權 他就可以胡作非為了 因為 這個會直接或者間接 為國家和人民帶來災害 好像他這麼說 雖然 軍權是受到一些無形的精神上的阻滯 限制 但是這些限制 不能夠發生決定性的作用 當皇帝不是基於理性的考慮 而決心要做一些非常行動的時候 從右轉左 急轉彎的時候 如果沒有很高的駕駛技巧 隨時 車位人亡 他技巧好不好 你沒有公民社會 沒有官僚制度的抵制 你只能夠國安天命 聽天由命 當皇帝不是理性的時候 天下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 他這個天或者你 固然可以置之一邊 就算是祖宗之法 集體領導 都未嘗 不是沒有彈性 一樣可以廢除 七上八下 國家主席不做終身連任 不搞老人政治 鄧小平這些違憤 一樣可以置諸不利 如果阻力來自官僚 就是皇帝至少有力量控制這部機器的總樓 就是相權 隨時轉彎 從歷史上 很多非理性因素可以激動皇帝 上至自誇 自大狂 猜忌狂 下至求長生 好奇珍 也可以將全國人民陷入苦難之中 所以 這些藝民 只能夠國安天命 有自由意志的人 在專制封建的社會下 你有自由的靈魂 沒有自由的嘴巴 沒有自由的雙手 沒有自由的雙腳 只如行屍走肉 所以為什麼余英時教授對軍專神有這麼深刻的反省 這種反省是讓台灣七、八十年代 大陸1986年以後的學運間接或多或少造成了一些影響 爆發起壯闊波蘭的民主運動 八九六四的學運 以及台灣的學運 也有他的身影在裡面 所以余英時教授有這個深刻的反省 但是中國人 要擺脫這種君尊神卑的反智論 似乎還是路遙遙系 那麼 畢竟每個人能夠付出的代價有限 要去反抗 就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與其如此 有更多人選擇默筆作聲 沉默 認為可以獨善其身 最後更加鞏固了這套制度 今天對余英時教授的導讀到這裡 我接下來也會繼續堅持做一些學術題目 希望大家能夠有多少得益 如果大家覺得得益 請大家給一個Like 給訂閱 按完訂閱按鈴鐺 你的留言可以推高這些影片的點擊量 而讓我說其他影片也可以保持高的點擊量 最後我的PowerPoint 我的參考資料 我的文字摘要 聲音檔 史記課堂 哲學短講 好 以及英國生活的影片 包括看樓的影片 都會放在Patreon Patreon現在有三個不同的級別 包括5元 10元 15元 裡面也有不同的內容可以看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美元 以及有年費在裡面 年費有折扣 多謝大家支持我讀書生活平台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